大学 色兮现兮者 寻觅也 赫兮宣兮者 威夷也 有匪君子 终不可宣兮者 道胜德至善 明知不能忘也 诗经 魏风气傲篇 魏人赞美武功的 大德 羡慕他就比坐看那水边上 有美貌云云的 竹子 有枝有节 赞美比坐文质彬彬的 成德人 说他做德修业 就像切开了大道的大体 再戳得细微 就像灼开了它 再磨精细的光 在内里还有谨慎的 表在外边 还很谨慎 威吓到他的气度 他的大德就自然 发现在外了 有修德的君子 道末了 亦不可妄动 就像切开了天地的大道 再戳系他的精微 大道盼开 再戳本性上的光泽 这是学天地的大道呢 就像灼开鬼神的大理 上恶的两端 这是摩显了 上恶的精细 这是修持自己的身了 小心啊 敬圣啊 这是戒圣恐惧 有所不明之处 威赠他的气度 宣显他的大德 这是拟仪的威风 并不是彰显他的德 有这样圣德的君子 曾学问的人 道末了亦不可望了 他的道的大 德的显 达到尽善尽美 庶民时时刻刻 亦不可望了他呢 这节的深意 就是逆德修业为根本 拿那成德君子 比作冬夏不变的竹子 竹子虽念如草木之火 亦有可取的地步 道德精云 唯而不争 这一句正合竹的本指 如百花开时 那竹却不强貌于众 但而花枯干 却亦不显然自居 这竹的意味 可比于成德的君子呀 这君子当有小人时 却不显他能 当无小人之时 仍然是公正无师 就是能与云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这气傲篇 战乱武功修德的实行 才比于在下呢 那摄献赫宣的成作 至终了之时也不妄为 这是专一不二的君子 是如此的 他的实作是盼开天地的两端 还细着理由 却推至深的用 才戳练自己的本性的光泽 这等学天地的道 一生为责 还要分明阴阳上恶 一时盼其两端 明其内拟 再分别身中的上恶 这真是羞耻一生 还考证天地的道 这样才可以称为修身了 谨慎于世 威众于礼仪 这等的君子不可忘了 就因为道大德广 感化于庶人 万事不能忘了的 使民不忘的主佬 是修己不真上得来的 道德经云 功存名遂天之道 恰合乎君子的本意 道德经云 虽然功成不拘 且万事不去 阴折这米油 明才不忘呢